欢迎收看今天的铜板美食 假套套 我是王家婉 原本跟着父亲做室内装潢的兄弟俩 因为房地产不景气 室内装修业跟着生意惨淡 兄弟俩脑筋动得快 与其等待景气回春 不如自己创造事业的第二春 他们到市场去摆摊 希望能够用炸机创造出奇迹 现在兄弟俩已经成为了 独霸市场的炸机大王了 两个人说 因为曾经落魄潦倒 所以更能体会年轻人创业的难处 他们不收加盟金 希望能够拉年轻人一把 用地摊守护一个家庭 台南家里返回市场 是许多婆婆妈妈和上班族 为家里的冰箱 捕获采买的好地方 在地人才知道的隐藏版美食 大隐渔室也不少 其中最受青睐的就是皇家的这一摊 让七十二岁的皇妈妈忙到没时间喘息的 是玻璃柜里刚刚起锅的各色活色生香 软色灯光映照下更显金黄耀眼 第一名夹牌 第二名夹腿 什么最好吃 每个人都很好吃 这是自己捕的吗 自己捕 真的不是自己捕而已 许多炸物出厂没多久 就立刻被排队的韬客 用台币抢光下架 后面的想买得等下一轮节礼登场 黄姓明 黄世泉兄弟俩 一边一锅 一轮一轮 赶着填补玻璃柜的空缺位置 炸物要炸得好吃 其实得要有耐心 一点也急不得 旁家兄弟利用高温 让食材表面瞬间封印 形成保护膜 再持续加温让内里熟成 但汁液形难 温度控制拿捏是关键 黄欣明说的技术性就在这里 开业初期他们反复实验 一百七十度高温可以锁住水分 于是油温先拉到一百九十度 先放部分食材下锅 油温瞬间下降 就可以维持理想的一百七 达到包膜效果 二十秒后温度再度拉高 再陆续下剩余食材 如法炮制 炸鸡排要保持鲜甜肉汁 口感外酥内嫩 扣温技术不可少 从外层包覆的这一层 碟粉重要 王家兄弟有底气能做到不漏气 鸡肉用的是电载大厂 每天献载献送的新鲜货 不用冷冻品 鲜甜不应解冻而流失 好鸡肉是在市场里冲刺的大鸡肉 一般会加到一些保水质的部分 保水质的部分 要让它的肉汁可以留在里面 我是靠钱的部分 把肉汁留在里面 隔天也要吃 孩子也要吃 所以我觉得减一项 对我来说就是 我觉得我是怕天然的东西 主力鸡排每片规定在五两半 大小适中最有入口性 五刀片成最薄厚度 可缩短酥炸时间 又是考验师傅技术的龟毛要求 黄鹰交球通麻烦的 这个人比较高 这个机车的 台湾的好像中三名 黄世泉国中毕业就刻哨鸡球 跟着父亲做室内装修 木光水泥要求精准 否则施着好理 结果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龟毛精神其实是父亲训练之下 养成的工作态度 认真的好品质 在业界有好口碑 但好景不长 两千年前后的网路泡沫吹破 年代影响到房市前景 让皇家父子三人的工作脚步 停了下来 我们家族企业嘛 他不想我去转型嘛 我只是给爸爸说 如果真的我做了不好的时候 如果真的我做了不好的时候 我还是回向 就回到他做的中红嘛 因为总是不能在这儿单工作嘛 因为有家庭嘛 就像多数人创业转业 多从餐饮业找机会 房家兄弟俩就干脆 从爱吃的鸡排炸鸡下手 找资料请教朋友 再实做实验 尤其那是刚刚当爸的黄世泉 废水一战 得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就这样做中学 一路修正 最终做成了市场炸鸡之王 询问加盟的年轻人很多 黄欣明 黄世泉 于是开放赚钱机会 佛西老板希望 依此共好共融 不说什么家蒙青 而且我们 我也没有把他们 以后原物料的部分 也没有把他们 探原物料的这些钱 同理心嘛 我觉得我自己辛苦过 他做大头过嘛 然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真的有机会时 我觉得这个品牌 是可以帮大家 共同大家有集团 我们都会希望他 真的赚到钱 能两家五口 不停轮动的耐热灰汗打拼 让一台炸鸡摊车 承载一家的经济生活 也滚动回馈社会的感恩心情 这耀眼金黄礼 饱满的不只是多汁鲜甜 还有兄弟俩的内外富足 台中的美食百家争鸣 但他们依旧保有着一份 美好的技艺 为了做出正宗的Gozabi 这一位豆花博 不但用古法做豆花 而且用古法烧石膏 配料也只有单一的花生 并且延续着父亲 卖豆花的方式 他的行动豆花车 就像是豆花公车一样 穿梭在大街小巷 很多的老顾客都开玩笑称 他们可是从小姐的年龄 吃到都当阿嬷了 欢声笑语的场景 也成为了城市中 最令人迷恋的风景 导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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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熟悉的导灰广播 婆婆妈飞奔而至 簇涌而上 冰的还是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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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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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的每天 冰的都很多美女 冰的 冰的 要摆掉了 要摆掉了 一只成竹骨 一只成竹骨 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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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热天的冰豆花 绝对是畅销款 但今天款的热姜汤豆花 则是全年缺天后的不败品相 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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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薑的味道 好香喔 香喔 热得好好吃 我都跟他跑耶 你都跟他跑啊 對啊 是不是跟他跑 對啊 他在哪裡賣 我就去那裡賣 這麼死忠 對啊 怎麼這麼好 好吃啊 好了 謝謝 謝謝 停留的時間差不多了 豆花博继學 去往下一個點移動 那我們要走了 要不要走 對 這個不要走 倒回 倒回 站站停的方式 阿伯說 這就是豆花公車的概念 其實照正常的話 我的路線就很像在走公車一樣 走公車 對 公車還每超大約50公尺50公尺 好 一站一站 對 如果沒有人的話 再繼續移動 繼續移動 好 不一定說每一站都有人 客人有時候隨機遇到的話 就停下來 對啊 那有珍珠嗎 沒有偷偷 那其他呢 這這麼偷偷味只有偷偷 只有這樣而已 對 對 偷偷的比較熱的都沒有 對 配料只有單一花生 這是對品質的堅持和自信 阿伯 你的料只有豆 只有那個花生 對 可以 因為在外面的時間 帶太多的那個料會壞掉 我打電話的客人都比較多 好 喂 你好 喂 我現在是南昌街和南洋街 南昌街 南洋街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對 你是附近嗎 對 好 我等你 好 好 謝謝 客人都會打掉問你在哪裡 對啊 你要幾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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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六十年的家傳招牌 可得仔細謹慎地扛著 羅年盛不敢怠慢 製作豆花的古法 完全按照爸爸教下來的 美感為了省事 篡改或簡略任何步驟 包括最費工繁瑣的燒石膏 因為現在做豆花 用這種做的已經很少很少 從中藥房買來的食用石膏 燒法用的是最傳統的炭火炭盆 堆疊石膏的過程想起磚牆 要技術 要經驗 要耐心 要耐熱 才能成事 這個技術也是爸爸教的 對啊 你怎麼樣燒石膏 你以前都跟在他身邊 在做這些東西 怎麼個排法 我這個排是哪個技術 他比這排的話 他比較容易燒 主要就是把那個石膏 全部都包起來 石膏把它全部包起來 對… 要讓它漏出來 漏出來那也會不熟 石膏山丘堆好了 羅老闆倒著拿電風扇助燃 這架式有ROCKER的酷鏡 如果沒有吹電風的話 很難全部都燃燒完全 以前爸爸都用扇子 現場火花四射 還要不時跳腳閃躲 那個火先噴出來 噴到腳很痛 你看你腳一直看 你要穿長褲啦 等待燒製的時間不能浪費 廚房裡的豆花製作 得同步進行 現磨的豆漿先曬掉泡泡 你跟他爸爸說我 我絕對不要賣豆花 太累了 太累了 我跟他爸爸在做的很累 他以前都兩點… 兩點多就起來 他媽媽也要變得了 所以他會這樣 看說他爹不夠溫 公公是做什麼 他到底說我公公都擺對 公公都擺對 我如果沒有接的話 這個技術就失傳了 熱豆漿先放涼靜置 這時爐子上的花生湯 也不能荒廢 要先浸水十個鐘頭 要先浸水十個鐘頭 我昨天晚上就會開始浸水了 就溫暖以後就差不多 你要開始悶它 我要悶它 要悶兩個鐘頭 生餐時間 石膏應該燒好了 羅年盛又衝出門外處理 這個捲這個是 自己領悟的 自己領悟的 因為主要就是要保 抹布把它抹濕嘛 這樣子等一下才不會 在夾的時候會不會很燙 自製的防護工具 手套要用雙層的 要雙層的喔 這都是燙過以後才知道 要不然妳越夾越熱啊 越夾越熱啊 我今天就燒了兩炉 應該可以撐五個月 到現在還要再燙燙燙燙 還很燙 好 它沖一個很硬很硬的一個礦石 對啊 開動成這樣 我們有經驗就是這樣子捏 捏得脆的話應該就 豆花就可以熏成了 這個捏起來都還很好捏 所以它就屬於比較成功的 成功率有百分之九十幾了 磨好的石膏粉 和地瓜粉一起調和 這時候就可以沖豆花了 你拿這一桶十幾公斤嗎 不只 有啊 你到那邊就越來 真的 它比我高了 真的耶 我很怕呢 我很怕 你會比它好 結婚的時候它變掉 對啊 它就比我好 這一層泡沫用掉以後 下面都是豆花了 哇 就凝成豆花咧 對 豆漿瞬間凝固 變成滑順古溜 像布丁一樣的豆花 這麼多的工序 每凌晨三四點上工 肯定來不及開工 因為堅持現做現賣 早上出門賣完了 中午回家再做一次豆花 下午出門再賣 所以顧客吃到的 都是最新鮮的 除了豆花 薑湯也是天天煮 冰豆菌它才會是這個黃色的 對 這個比較香 比較香 夏天的時候還多了製冰作業 製冰耶 豆花筒 糖水 薑汁 冰塊 才剛剛搬出去安置在行動車上 都還沒發車 左鄰右舍已經端著鍋碗 等在門口攔截 帶這代碗工來買 對啊 他吃 知道他回來就趕快過來 有啊 有這時候騎著車追他 都來不及了 小時候我們就是吃 豆花筑的爸爸 開始買的豆花 然後這個味道其實 我們不住這裡了 但是回來有機會就會買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甜點的青蛙 你們太太有買了耶 你們太太有買了耶 接續豆花家業也三十餘年了 這些日子 龍年盛總在移動的灘車上 感覺四季的更迭 在掠過的巷弄風景中 看見光陰的飛逝 在外面過時間比較好過 在外面過時間比較好過 在外面過時間四個鐘頭一下子就到了 從最早最早是推車 然後再來三輪車 三輪車 再來也變到我是摩托車 越來越快這樣子 因為找的點可以比較多 是 因為你腳踏車的話 那個也是要很出力 很出力 對啊 有時候車子在外面拋錨最麻煩了 拋錨怎麼辦 拋錨要趕快找維修那個老師傅來修 所以你還有認識的老師傅 對 我有特定的老師傅來幫我維修 那還不能距離太遠 可是那一天的豆花就不能用了 我接個電話 喂 我現在在南昌街 電話又來催促 豆花公車到站的時間 怎麼晚了些啊 對啊 沒有 今天有事 好 是 今天那個麵包比較少的 羅老闆加快絞成 還貼心的為忙碌的店家 送豆花豆腐 每天兩點半 然後停到摩托車 很棒 這些都是老朋友啊 他笑著說 平台那個 好 下茅莉 古早味無可取代的配方 不就是人情這一味嗎 倒灰 一聲倒灰 喚起的不單是味覺深處的頑強記憶 倒灰 還有屬於一個城市的美好氣息 倒灰 好 天氣這麼炎熱 冰店的生意當然也跟著火熱了 在台南有一家百年老冰店 是從路邊挑扁蛋起家的 不管有多麼的辛苦 老闆都堅持 親手做配料 那麼現在第三代接手了 不管是蜜紅豆 蜜地瓜 還是蜜芋頭 真材實料無添加 並且由老闆親自烹煮 每一個甜蜜的品項 也都有著老闆的用心 那麼也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老房子 許多顧客也是為了店裡的復古裝潢而來的 也有偶像劇特別選擇老店 作為劇中的場景 來 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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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好喝三碗冰 好喝喝 這已經要了 現在也要手機先吃 來到老冰店的客人 總對眼前一碗挖冰感動給你 強佔記憶體的不是浮誇 而是質樸不做作 我們吃過很多冰店 它的食材算是比較天然 比較不是那種添加就是那種化學的東西 對 而且好像是老闆娘都是請日主 你咧 平常啊 我有改變了 我在那裡的味道 你已經好了 好喝 櫥櫃裡是多種配料 有各式豆類 鳳梨 蜜芋頭 還有粉條 愛玉和昏桂 相較於食材的新鮮現作 旁邊這台可是強調 越沉越香 這個古董 這個比我老 剉好的冰 會淋上甘蔗糖水 長年下來 糖糕已經堆得像做小山丘 我都會珍惜 我都會珍惜 還有層層疊疊疊販售的砂糖 丁點大的空間 秀出歲月痕跡 百年來 這裡就賣著剉餅這一味 沒有 沒想要變 維持原來的面貌 那時候 那時候大冬還有那個阿公 我都睡在這裡 睡在這個閣樓 騎著其實都不能騎 都會騎著 那熱人有夠熱的熱 還好老店家熬過了熱 才換來今天入口的清涼 這有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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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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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端Q年代見的黑糖昆貴 是鄉親們心目中的第一名 早從阿公年代就開始販售 直到現在 竹鼠美還跟老一輩一樣 用頂級地瓜粉 混合黑糖來製作 這道小區不要被燙到 你有被燙過嗎 有啊 有啊 這燙到是燙頭耶 因為它黏住啊 一燙到黏住又一塊塊 很漂亮 要脫一層頭耶 真的 就兩樣食材 融入水 滾過火 會變出愛不適口的玩意兒 但簡單其實並不簡單 緊握木樁 見實際成熟 在鍋裡的動作跟著加速 當黑糖化了 正正堂香 就溢散在老市場裡 靠感覺 靠感覺 對啊 你的辣會比較薄 可以感覺 媽媽剛才有說 你很嚴格的 對 品質要求啊 如果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都要改善 家傳主業 母子倆合力 一棒傳過一棒 要把年人的風貴 攪到位 早期農業社會 地瓜是主要農作 地瓜製成地瓜粉 進而衍生許多加工品 包括粉圓 粉條 黑糖昏桂 都是 在高雄就是要來吃高雄的 不然吃到沒回來 對不對 吃多久了嗎 很小就已經五十幾年了 心露年紀人 沒關係 我吃粉粿叫雞仔 雞仔就是愛玉 愛玉 我們鄉下都講雞仔 他們如果回家一天 過我們坐粉 今天要買十多元 我都買雞仔 真的 因為台北沒有這個 台北沒有這個愛玉 叫賀玉 這是那個阿里山的 天然愛玉 這是今年新的 新的 超Q的 超好吃的 渡榮小區的一碗冰 是第一代的楊瑾 為了養大六個小孩 才做起的生意 儘管小兒麻痺 還是挑著扁蛋 在麻豆中央市場 沿路叫賣 賣冰也賣二十 後來冰品受歡迎 就在現在的電灘 專賣冰和砂糖 第三代豬鼠美接手 依舊沒有 琳瑯滿目的配料 只有古早味 而且都是資格手作 我進來的時候 阿公就很老了 我都看我們大家怎麼做的 因為進來 但頭也不香 我都在那邊剉冰 這條我都不可以做 我就看我們大家怎麼做 我現在比我們大家以前 要做的更厲害 更厲害 你每次在做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人在圍觀 有啊 有喔 但是其實我們還擔心 發生下次來沒有了怎麼辦 真的 真的會這樣吃 所以太好都被馬上 對… 老店的後廠 不小心就成了挖寶的地方 竹鼠美喜歡用 種在山坡的芋頭來蜜 一大鍋的芋頭 煮到既Q又爛 實在有貨味蕾 從小幫家裡務農的竹鼠美 嫁來賣冰人家 剛好魚幫水 水幫魚 因為許多配料都是農產品 農人好不容易收成的作物 他習慕地跟著做成果粒醬 像是鳳梨 我先生有中華電信小班嗎 都親家的蜜蜜王來 又沒辦法 客人又喜歡吃鳳梨 我們的鳳梨好吃 我們都搶我們家館廟的鳳梨 口感就是不要那邊暗 不要那邊暖就是比較清 比較清 下去烤 等一下會好吃 但是鳳梨也要烤很久 公公年代 一度是下游冰店工藝商 每天天還沒亮 就要一連做出好幾款配料 三四十年經驗 練就快手切鳳梨 後來手搖引崛起 他們才不做批發 阿姨 好 還有嗎 這是什麼 這是鳳梨 這是我們自己煮的鳳梨 鳳梨是那個南冰的花籠店 如果這碗冰 既中有跟南幾顆鳳梨 這碗冰的氣味就夠好吃 那一行人 冰上連一些鳳梨糖水外 夏天還會撒上豆粉 冬天來個麵茶粉 他們說 這就是回家的味道 黑糖烏龜嗎 這黑糖烏龜 超好吃的 來 還有一口 還有一口 要冰粉喔 對 我要冰粉 冰粉很好吃 要回來就是要來這邊吃一碗 才會過癮 才算有回來 老手藝傳承 真材食料製作 竹鼠美自賣自誇 一點都不怕被笑是 老王賣瓜 店裡陳社 像是早就老在那裡等 你英國鄉親到來這裡鄉親 我們這裡英國人也在鄉親 都來這裡 他坐那裡 他坐那條 我們來看一看 其實是種念舊 才沒著手整理 這一份心思 被偶像劇向重 成了劇中景點 我這幾百年老房 老店 超多人來的 對啊 我們也是想不到 吃都會吃到開心心 一場沒有華麗的擺飾 只有老還要更老的場景 看似清湯掛面的剉冰 其實蕴含著庄稼人的濃情蜜意 叫人吃了怎麼不敢動 這一對老闆夫婦三十多年來 甘願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 烹煮肉粥 而且還能夠變出50多道 各式各樣的小菜 品項多多 那麼其中最經典的 就屬於紅糟肉了 光是一個夜裡 就可以賣出二十幾斤 每一天每一夜的新鮮備料 就是希望夜歸的鄉親 疲憊了一整天的人們 可以好好地吃上一頓 享用這一整桌口齒流香的豐盛 店家老闆的用心 也讓古早味大塊大塊的肉粥 成為了嘉義在地人 最喜愛的宵夜場 吹煙 繞繞而上 一人咬粥 一人炸雾 總把夜趁得更加氣憤 忙了一天 這時想祭祭武藏廟 小菜多到會讓人陷入沉思 倒是大鍋裡的粥 聞火包著 養起蒜酥米香 沒有選擇問題 桌上幾人就來上幾碗 肉都整塊 整塊的 還滿大塊的 塊狀的 家義其實大概兩三間嘛 三間嘛 那邊最好吃 進來的客人沒在客氣 吃粥配菜 整桌子菜 點好點滿 沒有從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就是這樣吃 那時候第一次來吃的時候 就是這樣 就一直到現在 已經出社會了 都還是這樣吃 一碗招牌肉粥只要25塊 吃到肉塊還有筍絲 胡椒 甚至有人是為了喝粥裡的高湯而來 為了不讓粥不掉 火要小 不時還得加量換鍋 對 以前在割稻的時候 就會煮一些像這一種 讓大家那個雇用的人 他們可以吃的 就是古早味的鹹味 我們南部都是用熟米拌下去的 這種的可能覺得比較清 比較濃稠 加孫啊 都很簡單 就是一些鹹嘛 以前的人會加蚵仔 加蝦仔 同伴小吃店 越夜越是作無虛席 老闆這項目沒停過 海鮮 豆腐到肉類應有盡有 要炫炸還是要一個點補粉 看起來比較酥脆 那你一直碗都在炸 對啊 都碗粉 蒸幾莓粉 掛這個繡頭就怕油噴到 掛的比較不會噴到 比較不會在這裡燒到 如果是大點的也疼 都藏過了 最經典的就是紅糟肉 一個夜裡賣出二十幾斤 每天新鮮備料 天然色澤的紅糟 散發獨特酒香和微酸 醃製一整碗後才能下油鍋 租了三沾嘛 然後兩點半就收了 半夜兩點半收 對... 然後直接去市場 市場 對 所以我們兩個自己去買 我們自己去挑比較新鮮 對啊 我們的需求量啊 還有品質啊 我們自己看得到 那個燒肉 燒肉是最有名的 酥酥的 然後味道很夠啦 對 對 食物 對 吃起來不會油膩 所有一次買就買五份 就是吃了 其實這個吃了 還會在想吃 來幫我染豆油 有 好 等一下 除了雞肉飯 肉粥也算是嘉義小吃特色 大姐小巷總能看到她的身影 零清晶和姐姐是在三十年前 坐起家床位 當時老人家還很失望 有個以前去太市場 那時候要出來做 要出來做這個 他感覺我在泡國結婚 真的呢 他出來賣這個 他感覺是在扮家家做 這樣當時要賺什麼 他感覺是這樣 為什麼 就出來翻這個這樣 這樣不看好 不看好 因為家的高財 如果需要人家 要自己暈倒三天 父母不看好 但姐弟倆很有信心 認為古早味永遠不退流行 只要用心 堅持 不投機 一定能做出一番成績 鮮度不用味噌 味噌粉 就是我們的魚漿 本身有鮮度 它的湯頭就會顯現得更甜 煮粥第一步是熬高湯 不需多餘調味料 文體豬肉快 就是最好的提鮮 抓這兩桶的肉 差不多要一個小時 太久了 對 因為這十幾斤的肉 對 都要讓它慢慢滾 豬的後腿肉 對 這個比較有嚼勁 生米煮成熟飯 才好加入高湯 繼續包著 米粒吃到口感 湯也維持清澈 竹筍是甜味來源 點些香菜 香氣更上一層樓 其實剛開始賣 只有肉粥和幾道小菜 吃不過癮 應客人要求才又賣起 人氣直逼肉粥的滷肉飯 小菜種類也發展到快五十種 涼菜 涼菜就像花枝 汆燙的 雖然簡單 可是它是夏天比較吃得下 燒肉 炸豬肝 炸粉糖 這個有時候在外面比較沒有看到的 沒有吃過的 他們都會進來嘗一嘗 外地來的他也會嘗一下 不一樣的特色 就像嘉義小吃 老闆娘說看起來簡單的店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小菜各有各的味 就得調出各式醬料 醬汁不買現成 都是獨家自調 這個是蒜蓉醬 這個是青菜的醬料 這個是魚鮮的 這是花枝 還是那個什麼煙 小卷 客人也需要 像我們這種小吃 晚上的時候 他們都會來 也盡量要讓客人有滿意 客人都沒興趣 對啊 都沒興趣 這個天台還要30天 都日夜天台 在地也好 遊客也好 其實我們的東西 大致上都要有滿 接受度滿高的 就是慢慢進步 慢慢進步 這裡是學習的 還在學習 無星茶柳做起宵夜場 姐弟倆哥永一家店 同樣店名 相隔幾條街 正有一問在腦子裡打轉 林清泉已經接話 前一晚才和姐姐家 一起吃飯喝酒咧 夜色裡 兩家人各自平常 各有食客 不是搶食大餅 而是聯手 把鹹州市場的餅 給做大 歡迎接著回來 要帶大家到新營去看看 這一間米長 嫌貴的老店 這貴超能Q 大腸則是真材實料 有些客人吃了30年了 就是愛他家的這一位 第二代的老闆 原本在外做模具工程 後來發展不如預期 他就乾脆回家做櫃 還親自設計一種 吹櫃的機具 以精簡成本 也讓鹹櫃可以30年來 都不漲價 那麼多年來 每一天的清晨 在鬧區的街口 這豬油與鹹櫃 溫熱飄香 看著排隊的人潮 老闆欣慰地表示 這也算是另外一種的 發揮所償吧 這間要什麼 兩張櫃 千千要六千 十塊還是兩張 這邊綜合一大兩周 還有樹櫃中分的 醬油都是淋下去 綜合是什麼 大腸 米腸跟那個櫃 就很好吃 這間吃幾年 這三十年 好吃好吃 過得吃軟酒 大腸也吃十米 清晨七點 行營的鬧區街口才正準備迎來 車潮尖鋒 想不到移民王的鐵板鐵鏟 已經敲響防遠 十幾公尺遠的十字路口 豬油或著米腸鹹果不必噴香 眼看排隊隊伍明明就要消化完 大腸香腸 竟然會又是一匹匹往外送 讓人摸不著頭緒 到底是先有人龍 還是先有仙子游王的勾魂過嚇 那人家說我就沒想要吃 是看著我就要吃 我小時候就有在賣了 就習慣了 我都買煎粿 我覺得它都煎這樣 焦焦 很好吃 整理頭 你看今天就要排隊了 來 歡迎 清早出籠的鹹粿蘿蔔肉 現芳濃 以高粱接續灌好的米娘味香腸 酒精就選定自家門口 拉起垂簾直接劈灌 方便日光好曬的同時 記憶像極了色相味俱全的遮光布幕 光芯的排隊早養機場碌碌 哪怕隊伍越排越長 明明黃手刀加速越接越快 他也感知最新在這片 瑕疵壓力的日常風景 我缺了將近三十年喔 本身也是急性子的啦 所以做事情會比較快 預備 再算 大腸皮的部分會比較明顯一點 會覺得說好像真的是有腸子這樣子 然後它會煎得比較焦一點這樣 蘇中帶脆煎到焦香的糯米腸色淡味濃 或者香腸並列早點組合三巨頭 隨非主角卻搶進風頭 但因為天線做的工序太繁榮 黎明黃總是凌晨三點先將果類送進蒸籠 在喘口氣揮下岸地開始限量炒米 這個任何人都會炒 可是多一點的時候倍率就要夠了 要不然炒不起來 爆香蝦皮油蔥摻進土豆 生糯米要拌著配料炒出黏性 將鹹香炒進米芯煮到軟熟入味才好觀止 繁雜的手工程序不僅限於米腸 花粿鹹粿米糕也全都在當日現做清單當中 以前農業社會其實做這個不好做 我們這邊做這個不好做 以前沒有錢 以前農業社會他們只有收割的時候才有錢 現在是因為社會型態改變了 現在是工商業社會 大家沒時間吃 沒時間做早餐 以前都是稀飯 然後再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就可以過一餐了 早上好 早上好 西大人 古為小吃 同百下 儘管一份早餐買下來都不要五十塊 但三四十年前 店門口一點也不像今天作用 鎮上夜市的黃金路口 少了人煙更沒喧鬧 林爸爸當時是這麼養家糊口的 夏天賣涼水 賣仙草粉圓 冬天就接著灌大腸香腸正嫌貴 那家裡都好 生日幾年都可以賣 對 世界賣雞 雞肉算雞肉我們可以去夾頭 這樣泡 這樣賣 那時候是困難的 我真的很困難 那時候也沒找人 被人騎 我做人 我做人 不夠我講到我會成功 景氣好過去以後 夏坡那時候是最好 道理很簡單 景氣好的時候 父母親大部分都拿錢給子女 自己去買 子女大部分都會自己買 自己想要吃的 或者是錢存起來 不想買 那景氣不好的時候 大人開始就會心打細斷 就開始想說 我可能要買便宜又好吃的東西 自西醫術 老店從父親沿街推出叫賣開始 算來五十多年 但光是林明皇掌勺的日子 就有三十年 比爸爸還長 縱然小時候 背著書包上學前 總免不了幫著攤位 搖湯收拾碗筷 不過不含那些打砸的歲月 他其實是在外頭闖蕩了五年 才決定要回家接手老店 因為可能是國立公專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人一看到 就是想要叫你走管理路線 我很想學技術路線 所以學不到技術啊 所以學不到技術啊 乾脆就回來了 在那年輕的藍圖裡 那個年代學模具工程 後來多數總要自己開建工廠當老闆 他卻偏偏走進企業力量管理職 仕途不順 30歲前他於是看開了 不如早點回來重拾家業 很意外的爸爸卻一點也不欣慰 他怕我娶不到老婆 做這個會娶不到老婆喔 實際上是這樣啊 你用你的人證實了 為什麼 沒有啊 他們證實的 不是我證實的 他們知道啊 所以他他反對我回來 他說你如果要回來做 沒有帶出來 他回來 女孩子不喜歡做這個啦 太累了啦 我連找對象說女孩子你自己 你結婚以後你要你工作 還是去工作不用幫我 因為我都以為就有現有的人啊 他也不要 他很怕啊 他說 我放假的時候你又沒來幫忙 會充滿啊 因為做貴兒創模模 當年參捕透的結果論 一黃眼30年 沒想到還是被父親料中了 但也因為少了家累 他把大半人生都獻給事業 好比強貴的米種關乎彈牙Q度 他不僅花盡心思片尋多年 才尾瞎品質 其中置貴的關鍵技術 也是在他手裡才摸索而出 你每一批每一批 你看我一個月大概四五十包啊 一個月四五十包 你如果這一批跟下一批不一樣的 我頭上就摸在一起了 因為我很 我也很苦摸的啦 因為不好的東西 我那天在工作我就心情很不好 你看現在就 現在就糊糊的 正常是要糊糊的 你如果拉起來清清水水的 那個就會不平均了 關鍵就在這裡 那個水水的那個就是米漿含水 沒有含米漿才會水水的 那你吃 吃出來如果硬硬的 那就是米漿 太多 現在想想 過去毫不相干的理工背景 後來也許真的派上用場 林明皇善於精算以量致價 也懂得設計吹蒸機具 降低成本 所以接掌生意三十年來 給我們貴一份二十動漲 反而比賺取金山銀山 更讓他倍感驕傲 你看看著這樣排隊 客人這樣排隊的話 吃我們的東西表示我們的東西好吃 其實最有前六感的是說 三十年了 我的櫃都沒有掌見 我的目標啊 我要退休 我的櫃也都不掌 從三十年前再拉回年紀六十的現在 林明皇說當時無法意境還鄉的遺憾 信念早已經轉了 起碼本著良心 在無價非漲 薪水卻漲不齊的年代 用吃 食陪客人吃苦 胃腸不是難舉一見呢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同班美食假套套 我是王嘉婉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